针对亚裔族群的仇恨犯罪在疫情期间达到高峰 并受到各层级的立法人员关注 加州在2022年就看到仇雅事件的显著下降 来看看这背后有哪些政策及法案的成效 傅锦鸿报道 加州司法部在2022年度仇恨犯罪报告中记载 通报涉及种族偏见的仇恨犯罪事件 整体上增加了11.4% 但针对亚裔族群的仇恨犯罪 通报案例就从2021年的247宗下降至140宗 也就是少了约四成 仇雅事件自疫情期间在全国达到高峰 一直到现在看到加州的通报案例大幅下降 是在许多不同领域组织及社区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 所得到的成果 而在公共政策方面就可以看到 从最高阶级的联邦政府 到最熟悉不过的地方领袖 近年来是如何透过立法来防止仇恨犯罪的扩散 这是总统拜登在2021年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发生后 对仇雅罪案的谴责声明 该枪案总计造成八死一伤 其中四名死者为亚裔女性 事发两个月后 拜登也签署跨党派联邦议员通过的 COVID-19仇恨犯罪法 旨在加强举报仇恨犯罪 及增加对起诉仇恨犯罪的资源 并提高公众对仇恨犯罪 尤其丑雅事件的议事 As soon as this started, we in the 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Caucus which I chair, immediately did press conferences, statements, hearings, letters and then we worked on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and finally we got it signed into law by President Biden and it provides for greater prosecution of hate crimes as well as greater gathering of the data 代表南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赵美馨 是国会亚太核心小组KPAC的主席 该委员会由跨党派的亚太裔众议员组成 并关心以及维护亚太裔族群 在各个层面的权益 赵美馨指 现时委员会的成员们最关注的是 美中战略竞争的恶化 将导致华语甚至亚裔人士 在美国被仇恨犯罪针对 但不只是在联邦层级 有加州众议员也反映了这样的担忧 代表南湾戏骨一带的 加州众议员罗达伦 是加州众议会亚太裔立法党团的主席 他认为加州在打击亚裔仇恨 以及提高对亚裔族群的重视 往往是领先全国的 代表周恩山选区的州众议员丁佑丽 Fill Ting也提及加州通过的停止亚太裔仇恨补助 我认为这些年轻的几个年轻 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距离 在抗亚太裔派众 我认为我们的计划 给予我们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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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公司 给予我们的公司 给予亚太裔派众 而這些提升亞裔能見度 以及有關打擊仇恨犯罪的州法力 也在地方層級看到配套 東灣奧克蘭市灣區的三大城市之一 根據最新的2020年人口普查資訊 亞裔就至少占市內人口的15% 大約是67000多人 奧克蘭市長盛陶就表示 市內往往最受仇恨犯罪針對的族群 也是最脆弱的亞裔長者 除了州法力提供的框架 奧克蘭也推動自己的計劃 從上到下的立法者及領導人 都深刻了解 仇恨犯罪對社區所帶來的威脅及傷害 也知道偏見與仇恨不是一夜之間可以解決的 所以透過各種長短期計畫 強化執法人員打擊仇恨犯罪的能力 提供第一線人員所需的資源 加強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教育 以及提升亞裔的能見度及代表性 降低仇雅事件的發生 也還給民眾一個安全的社區 26台記者 傅錦鴻報導 按摩 傷害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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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